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12月8号礼拜四的第三节 我们一起去跟进一下大陆方面的最新情况 有两个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个消息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说 共青团中央在微博上面发表的文章 是变相承认了民众对于长期严格的封控 是感到愤怒 而且是官方首次承认 动态清零的政策是有缺陷 第二个消息 网络上边封传着一段影片 据报就是由原中国副总理 谢富治的长女谢小婶所拍摄 他就在镜头面前 挥舞着一把菜刀和一把戒刀 表示要誓死抵制防疫人员 入屋进行所谓的消杀 即是消毒和杀品 并且声称 如果大白是要强迫他去方仓隔离的话 就将会离一个 砍一个 好了在讲到之前 首先只要呼吁各位亦有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究竟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是怎样说的 报道就引述了共青团中央的一篇文章 文章就提到 前几日 线上线下 比较集中的出现了 对一些地方疫情防控措施的意见 通过及时沟通 完善改进 事情已经平息 中国对于群众呼声 对信访意见的重视程度 和响应速度 在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个 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对中国防疫政策平头品足 还有些美国政客 发出支持抗议者的声音 都是美国打算在中国 制造混乱的迹象 中国人自己的家事 关美国什么事呢 莫非这些事件 都是你们美国策划的 《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就说 共青团中央的这篇文章 相当于公开承认了 民众对长期严格的防疫举措 感到愤怒 也可能是官方首次承认 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亲自批准的动态清零政策 有缺陷 而共青团中央的文章也显示 大陆减少封控 和大规模核酸检测 是回应了民众 对防疫措施的建议 这种回应是很罕见的 亦都表明了 大陆政府开始畏着 重新开放经济 而奠定基础 我自己的看法就认为 第一 共青团中央的这篇文章 提及到美国的部分 无非是想转移视线 想斜责 就把责任推到美国身上 就说这些人都在搞事了 但他不敢提颜色革命 因为习近平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对着米歇尔主席说的 就说那些示威是由大学生来主导的 是一些感到沮丧的大学生 你还何来说颜色革命论呢 所以在共青团中央这篇文章里面都没有这么说 同时来说大陆今次爆发了这么大规模的示威 比起八九民运是更大规模的 牵涉的城市 参与的人数是更多的 那你还怎样脱锅给美国呢 好了第二点 《华尔加日报》就说 这篇文章是承认了民众是有愤怒的 而松绑就是回应示威 我也同意的 如果不是有白子示威的话 大陆一定是没有这么快解封的 起码就要去到明年三月 两会举行之后 才是有契机 其实之前很多外媒都有预测过这个日子 我也觉得这个日子是很关键的 但是正正因为有了白子示威 所以这个解封的进度就加速了 提前了很多了 起码提前了三个月的时间 整个季的时间 但是同时你也说 如果有些事大陆政府是不愿意去做的话 基本上你怎么逼他 他也是不会有半点的让步的了 其实大陆政府一直以来 外媒报道也好 有风声传出也好 他也是在找一个下台阶来放宽的 而放宽的原因就是要为经济救亡 现在只不过就是因利成变 既然间你走出来示威的时候 又举白子 有些人又走去拆委那些核酸检测粉 那不如顺水推舟吧 当是卖大包也好 顺应民意也好 所谓一家便宜两家着 大部分的民众又收货 除了小部分提出政治诉求的意外 官府又能够 可以令到大部分的民众散水 孤立那一小撮 真是有理想的大学生 何乐而不为呢 因为本身他的心都是想这样做 他才会这样做 如果他不想这样做 他就算血声镇压你 他都不会答应你的诉求 因为你要求解封 老实说要求解封 就不会动摇到政权的根基 但是那些大学生就不同了 你要求要民主要自由 要这样那样 那些就是动摇了共产党政权的根基 那些就半步不让了 那当然了 现在那帮的大学生 他也都真是学了所谓的be water 他真是如水的流动 既然间现在在外围那帮的大妈大叔 他们绝大部分都收货了 因为解封了 他们觉得可以上班了 不用守庭口庭了 就不再上街示威了 既然间没有了外边那一阵的防护以后 他们也都没有了出来 现在没有了白纸示威 在大陆 那帮大学生就没有硬碰了 其实最大程度上 保存了那帮大学生自身的实力 因为他们自己都心知肚明 如果再糾纏下去的时候 对于他们自身都不利的 分分钟搞出了六四翻版 因为你外围那帮的民众 已经是散水他们自己退潮 他们失去了掩护的时候 再搞下去就麻烦了 习近平也都开到声 这帮这样的大学生来主导示威 所以其实那帮大学生 他自己都没得选择 那他可以怎样呢? 当然现在找了共青团中央来发表这篇文章 共青团就是作为青年的一个对口单位 发这些文章出来就灭火、洗地 但是 无可避免的就是 那些带头者 就是会被秋后算账 比如说在南京传媒大学 带头来搞示威 或者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 带头组织发动示威的那些人 那些领头人就惨了 肯定是会被严厉对付和整治 以警校友 但是至于那些 附和的民众 或者是参与示威的学生 他能不能够逐个来到去 秋后算账呢? 那我就觉得是难一点的 因为今次的规模实际是太大了 大哥这么多的城市 牵涉几十万人 可能上百万人 那你怎么逐个来到去搞呢? 最多就是找公安局 找派出所 打电话 警告一下他 你不要再搞事了 因为这个是牵涉到管治成本的问题 对于这个政权来说 如果他能够捕捕几个人 就能够震涉到几百万几千万的人心 那他就本小利大 他只是 专心应付了几个就行了 但是 如果他说几百万人这样拉的 那里头牵涉的管治成本就会过大了 多少维稳费都不够 那么当然 现在这一刻不去秋后算账 就不代表永世都不会的 如果他日后可能再犯事啊 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到时慢慢再对付都不迟 但是现阶段 就主要对付那些主持者而已 好了 那么至于华尔街日报就说 共青团中央这篇文章 是有承认到清零政策有缺陷 那么我自己的看法就认为 大陆是绝对可以自圆其说的 那么他大可以说 喂动态清零那个原意是没有问题的哦 只不过就是说 在那些地方官员的执行上面出现了问题 他们搞到变成了过度防疫极端防疫 那么这个就不是习近平的问题了 就是那些地方官员在执行的时候 有失误 那可以自然其说的 就等同于这个上海封城一样的嘛 当时有些外媒都说 哎呀死了 李强究竟能不能够入常呢 那么最终又不单止是可以了 还说他那个大上海保卫战打得成功了 外界看来都水心火热的了 哇上海人惨了 这样他还说很成功的 那么所以 其实就算动态清零都一样的嘛 他到最后他都可以说 动态清零大成功了 但是由于呢 现在那个病毒的敌人呢 变弱了了 那么所以呢 现在就不需要再搞这一套 他说什么都可以的这些东西 对于大陆来说 什么意识形态也好 政治理论也好 都是为了政权来服务而已嘛 至于外界呢 还关注到一件事的 就是在12月6号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 研究部署2023年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工作 习近平又再说这个反腐昌廉 那于是乎呢 有些人就认为 为什么现在这一刻又再 拿回这件事出来说呢 就是为了要威胁 在党内的一些异己 你不要再借疫情的问题 向他发难了 那你说有没有这些人呢 在党内绝对有的 比如说财新网这样 三日之前 无厘头发了一篇的社评 就说呢 如果是要发展经济的话 就仍然都是要坚持改革开放 何谓仍然要呢 即是说现在似乎有些改元逆设的态度 你不要改 你不要走回去闭关锁国的路线 要坚持改革开放 即是这样才是仍然要嘛 你如果不改 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何谓仍然要呢 所以很明显 财新网的这篇社评 就是要跟习近平抬杠的 亦都是跟官方 依附着主旋律的什么国师 或者经济学者提出来的意见 是完全不同的 那些什么国师 或者经济学者他们就说 只要你解封 解封就可以经济翻生了 但是 财新网就说 要经济翻生 不单止是要解封 而是要坚持那一家开放才行 你不坚持那一家开放 就算你解封了 都是没效 所以外界就会关注到 习近平又再提出这个反腐仓廉 可能就是要应付 党内的一些疑见声音 好了 接着我们就去看看 另一件消息 网络上就封传着一段影片 目前只能够在外网推特上看 微博就已经全网屏蔽了 据报这一条影片 就是由 原中国副总理谢富治的长女 谢小慎所拍摄的 在片中 这个谢小慎揮舞着两把刀 左手就拿着一把菜刀 右手就拿着一把戒刀 谢小慎就说 我要让所有的执法人员 严格地遵守中国宪法 凡是违反宪法 违反科学 上门来到去消杀 要杀我的宠物猫 要把我拉到去荒仓 我就会坚决告诉你们 宪法赋予了我的权利 如果你们要硬来的话 我会告诉你们 我有自卫权的 你们上来 我就当你们战备的一 接着他就又拿起把刀了 菜刀来的 我和你们宣讲 何谓宪法和科学 如果你们依然要暴力执法 违反科学 做些无人性无天良的事 迎接你们的就是这把菜刀了 接着他又拿另一把剑刀出来 我就75岁了 我不怕死的 你们这些违法的暴徒 他当那些东西是暴徒 你说他执法而已 他说是暴徒来的 你们上来 告诉你们听 你们愿意怎样死 我就怎样送你们上西天 凡是违法的 思厂文责的 暴力执法的 迎接你 就是这把菜刀 来一个砍一个 这段影片 那些画面就很暴力了 没有刀弄枪 然后又说 见一个砍一个 到底会不会拉鬼了他 会不会说他尋忍之事 我相信应该不会的 毕竟他还是一个红二代 如果是一般的民众 就很难说了 可能被消失都不起 但是 红二代尚且是如此的反应 更何况是一般平民 可能在街道上 可能在街道上 这一位的长者 红二代 他已经是获得 比较优厚的待遇 但是他都要在镜头面前自拍 然后 不断挥舞赛刀 可想而知 一般民众所承受的压力 是多大 难怪上海 所以有两夫妻说 他们是最后一代 不鬼生 可能润了出去 他就不断生 如果润不了出去 就不生 好过了 因为压力都迫爆了 可能一般人 已经过了临界点 否则也不会有白纸示威出来 这个红二代 就选择了 用自拍影片的形式 来发泄自己的情绪 我觉得可以理解 尤其里面有提到 你那些大白不要走上去消杀 不要想弄死他的猫 因为 在那些所谓的执法的过程里面 当然 他说是执法 不是那些所谓的消杀 但是究竟执哪条法呢 或者 这些行为 本身是否违宪呢 很多人都提出过 尤其在上海封城期间 弄死了很多猫狗 还有 有很多所谓的大白 根本上都是贱人 因为在过去 两三年以来 都已经是传了过很多的影片 就是那些大白 在做他的任务的时候 是弄死了很多猫狗 弄死了很多人的那些宠物 完全是 漠视动物的权益 兜头兜脑死 他都有的 那这些是很无谓的 完全是不尊重生命的表现 那没办法 你对着一帮野蛮人说也没用 都不是讲文明的 是讲暴力的 所以 这个熊二代 知道他们讲暴力的时候 就拿把刀出来 没办法 你跟他讲道理 他都不会听 所以 就要跟他们讲一些 比较野蛮的语言 你一个劈一个 他就会害怕 你跟他说 要保障动物权益 他都不知道说什么 所以这个 借小心 都挺理解那些 大白的心态的 好了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